1 2 3 4 1 是不是沒有Echo 跟大家看看這個螢幕上面 可以看到失落的福音 那些東西 上次這個失落的福音 也得到了很多互響 真的有很多人 聽來聽來聽會發覺 原來福音現在傳成這樣 是當時中落的後果 那跟大家多看 少少 這個落刹 那這個想法就是 最關鍵的時候 當保羅這個大師父 保羅這個大師父在意福所裡 傳了一些 我們叫做Drastic Grace 很Grace到底的 情況的時候 其實真真正的福音 就是Empower了這件事 你不能怪福音 因為這個世界只有兩個 如果蒙蔽信徒的話 就無論是真心 跟群眾去信到 還是跟群眾去信到 那些人 都不會有任何分別 因為沒有Empower 那大家就會 就會Under一個Force 繼續相信 繼續做宗教的行為 然後始終停留在那個位 不會有突破的 但是當然是一個 Proclaim Freedom 和Empowerment 的福音來到你生命的時候 你就充滿了力量 你自由 你突然間覺得 從宗教思維裏 得到自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說 在那一刻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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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成正果的話 這樣會比較容易 或者是在修煉的日子裡 如果你當自己是道士 你已經得道 你可以下山 或者得道飛升 這一刻的時候 你也得道飛升 其實人性就是這樣 當你是修煉了福音 生命那一天的時候 上帝再不允許 指導人說 你是自由的 請你在地上 幫助世人 好像你活著就是基督的概念 你活著就是基督的時候 你就看看基督他的人生是怎樣 他是自由的 他是主 他是自主的 他是可以代替 代替上帝 面對很多人類 這個人類在社會的世界裡很需要 他不是需要 那群十二門徒 扯耶穌三就那群 他是需要耶穌的 自己去拯救他們 耶穌下來的時候 他是自主的 所以他才會用 一種自主的態度 去代替上帝 這個世界才會得到更多的啓示 得到更多需要的實際的力量去改變 你想想如果我們 國家的元首 是有基督的力量 又充滿了智慧 總比另外一個國家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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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在一個大公教會 一帶制度 口裏面說一套教廷的東西 然後教廷說什麼 然後做什麼 你會發現 你會盼望 一個自主的元首 多於一個跟蹤教走的元首 所以福音來到 就是這樣 福音來到就是這樣 福音來到就是這樣 OK Annes說夠響 所以你自己扭大了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 福音Embrace 給了Empowerment 給你 他講出了 恩信就能夠清移 能夠圓滿 聖靈就能夠 聖靈就能夠 感覺到你的人生裡的時候 你是自由的 那你有沒有Embrace 這個自由呢 還是還是 不斷地Expect 這個上帝 好像扯線公仔一樣 要扯著你向前行 宗教式的概念 好了 不要緊 你都是二選一的 要麼你就跳進去 上帝說怎樣就怎樣 要麼你就跳進去 你自己覺得 宗教是這樣的 就繼續這樣 但是如果你跳進去 宗教是這樣的 繼續這樣 就反過來 那上帝會不會 因為你選擇了這樣 他又反過來 說 我剛才說過給你的自由 不算數 因為你喜歡這樣去信 所以就給你回宗教 他會不會因為 他會不會因為 這樣去給你多一個選擇 但是他 記住 耶穌上帝 上帝 給信徒 的福音 的 honoring 的位置 不是因為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是很重要的 不是不重要 但是不是因為你信不信 不是因為你信 耶穌基督才上十字架 耶穌基督才是為世人而死的 耶穌基督才是為世人而死的 反過來是因為 反過來是因為 不要本活到 是耶穌基督為世人獻上了祭 完成了救恩 要是是否負心 耶穌基督才是為世人而死的 耶穌基督才可以信 上帝给你信,上帝是给你跟随的目的都是因为上帝慰恶耶稣基督的决定 而不是慰恶你信不信 所以因此,他不会因为人硬是要宗教式地信的时候 上帝承诺了你自由 上帝不可以因为你选择宗教的缘故 然后再给你宗教 因为他根本不是慰恶你 他根本是慰恶基督做了什么 既然基督设定了你自由 基督设定了你自由 上帝不会因为你的选择 让你自由了你的福音 变得不自由,而不禁止他 还是让他遗免他 还是改变他,推动他 让上帝不绝对他 祈祷的牺牲 我觉得如何也不合理 上帝不会让你选择宗教的福音 因为你的选择 因为你的缘故 因为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去改变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也是这样说 上帝是empower了 确实地用他的大能 印证了保罗的道 所以保罗说出来的道 如果有上帝奇妙的印证的时候 人就可以相信 有上帝的证实 因此保罗的福音 说完出来之后 众人在宗教上是自由了 既然是自由的时候 任何一帮人来 再尝试说一些东西 来捆绑你的话 上帝是不会 honor那些 在宗教上合理 却违反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种自由性 因此保罗说得恩典的时候 他就要白白地说明恩典 因为福音本身不是救那帮宗教人 不是宗教上信耶稣上帝想救 上帝想拯救那帮真心相信 在等待救恩的人 不是宗教上真心相信 是实际上真心相信 实际上等待拯救 实际上需要罪得赦免 良心得以洁净的人 那帮人是需要真福音的 那帮人是不可以 compromise with 你又信了耶稣 然后又要行为什么什么 因此保罗说清楚 福音是这样就是这样 福音是在人的脑里面觉得很不宗教的 事实就是说 基督上了十字架 基督上了十字架 为你死了 为你死了 你一生的罪就射灭了 射灭了 不然他没有复活 有复活 所以你清易了 就不再加你自己行为的丁点 使得更加的公义 你做错任何事 也不会再令到 基督为你成就的公义 任何什么 那说出来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多人就挑战 说 哇 那些人想怎样就怎样都行 就是这个 上帝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反口 上帝是不是会因为人 这样挑战他 而反口 你看保罗尤之 他只是告诉你 这件事很不合理 但是说到最后 上帝是没有说反口 没有说不行 没有说不行 只不过 恩信清疑的结症 是 第一 你真心相信 第二 事实上 是真的结症了你 第三 的确是给了你免死金牌 但是 免死金牌 就是给了你的identity 是你是干净的 那你就要问自己 身为一个干净的人 为什么你会 你喜欢弄弄弄弄你 你买了一辆靓车 为什么你会 喜欢弄弄弄你 那我弄弄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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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弄弄你 那我弄弄你 我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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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可以有多些机会 去洗干净的架车 不合理的嘛 因为 因为 你洗干净的架车 就是你相信你的公义 因为你本身 你成为公义 记住 恩信称义 第一步的称义 你本身第一次 你都不是做了什么 那么圣洁 那么对人类有贡献 耶稣才说 那我便称了你 你第一个称义 第一个称义 你都是白白地称义 那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弄弄弄弄了之后 你又去弄弄弄弄了之后 你又去弄弄弄弄弄 你又去用工德 用行为 让自己更干净一点 你觉得最干净一点 那其实你背后 已经说了两句 第一句 就是你觉得一开始 不够干净 第二件事就是 你觉得自己的行为 可以令你更干净 因为你们觉得自己的行为 那你這樣做就證明了你根本不信的 你根本不信的話就是告訴你你起初第一次都沒有清義 就是這麼簡單,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那你免費白白清義是否會令你很容易污衊 我都說了,你這輛車如果白白乾淨了 你是不是很想弄污它 因此第三件事 信耶穌基督的福音裡面,他提了很重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make sense 就是你沒有sense,你沒有prude 有的,都是寫了在這裏,今天講義不所書 他就說奧秘就是在你人的sense 你現在沒有sense的話,第一你起初根本都沒有信你自己的清義 你信了自己的清義的時候,你又喜歡去犯罪 那你做什麼都行,所以你很喜歡去犯罪 這樣就是沒有了sense 沒有了sense就證明了精靈不在你心裏 就是證明你根本從來都沒有信 所以因此全部都是辣死 你有這樣的思維本身就是告訴你,其實你根本沒有信 所以其實這個恩信清義的結論 本身是一種很辣的government 不要想著說你缺了智,回了教育幾多年,做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叫做恩信清義的 就是你騙到別人 騙到栽培你的人 你騙不騙到你自己呢? 你騙不騙到上帝呢? 你是不是信你公義的? 你是不是信你恩信你就可以清義? 原來你信不到的,你硬是覺得要加一些行為,加一些宗教 那你信不到的,你就不要騙你自己 你就說你未信到的時候,求上帝讓你信到 那不是再實際一點嗎? 有一個日子你真的能夠相信恩信清義的話 你就不相信你自己的行為 你相信你自己的聖結的話 你根本就不想弄髒自己 但是你有時候不小心弄髒自己 那就是不小心弄髒你自己 那不是弄髒你自己 基督的謝面 不會包你這個不小心弄髒你自己吧 你不會覺得這樣也搞不好吧 就是如果 如果希特拉呀 毛澤東呀 他們林仔以前真的真心悔改 相信耶穌基督 我覺得基督的血都夠傻了 哥哥仔你那些一時三刻 不小心做錯事那些 你給不給得上希特拉和毛澤東呀 你是給不到的嘛 夠傻的 你算長褲高深你都 算不到說基督的赦免不夠你的犯罪勁 你不可以這樣說,除非你根本不相信 第二件事 你說恩信 清義 原來又要加上什麼什麼 其實你也計不到 只不過到最後你有沒有聖靈 有沒有聖靈 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是很 合理的 上次 聖靈是很重要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保羅當時被捕走了 後期 在伊弗所中了教會 在裡面 保羅被捕走了 坐牢 坐了幾次 最後那次才死的 但是 因為保羅說得直接 坦白 有人 其實他們根本是不相信的 但是就以為自己是相信的 因為你知道 你說恩信清義 你說你信了 沒有人可以挑戰你 這些事情你只能騙到你自己 你是可以騙到別人的 那些人 那些人 說信耶穌 說信耶穌的人 就 去到 用這些虛偽去挑戰 保羅 你這樣說 我們什麼什麼都可以 我們犯多些罪 顯多些恩典 很多這種謬論出 但是 因此 也挑戰不了保羅說的 sense 那一部分 你是沒有sense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信了什麼 因此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清義 你 因為你對罪很熟 所以罪得赦免你都還懂 但是恩信 清義 你是對清義這個概念 是不知道 你才會 給出這些理論 的 因典是愛黎 是愛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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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可以保持清義的 本身 因此 當保羅被人抓了 這些人 就開始拿保羅的學說 來轉 來轉 那些邏輯的洞 但是 保羅 已經在監獄裡 他不會扭轉 對方的思維 去說 福音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什麼什麼 他不會的 說了出來的 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算人 如何去 罪不代表 上帝會轉 上帝 也會繼續 說 我就是這樣 去讓恩信 清義在這個世間裡 流傳 所以 因此 保羅並沒有改變過學說 然後 異端出現到 某個位置的時候 諾斯底主義很厲害的時候 在啟示錄的時候 其實約翰已經很不喜歡 啟示錄的時候 耶穌藉著約翰的嘴 在啟示錄寫出來的時候 他就罵到他們飛起 都是以忽所教會 罵到他們飛起 在以忽所教會的時候 保羅已經在監獄裡 約翰就繼續 他取消了整個以忽所教會 所以 因此 到最後出來的時候 約翰就想 回復保羅的學說 但是 約翰又不敢這樣做 因為怕一回復保羅的學說 就會 就會 令到一些人 再 將那些疑端論 拿出來說 但是 約翰本身是一個愚夫 你不要怪他 他應該沒有什麼能力 好像保羅一樣 很小心 努力去辯論 所以 約翰就用他自己的方向 去 將 基督的福音 用約翰式的去演繹 從彼得式的去演繹 是一樣 大家都是愚夫 很合理的 寶羅真的是教授 神學生 不同 所以 你會看到 你要看先後 你要看看 約翰講的理論 有沒有因為 保羅講的前理論 而被影響 還是他自己兩個 沒有被影響之下 說出兩套的東西 我告訴你一定有被影響 因為約翰的著作 約翰福音 甚至約翰一二三書 在啟示錄之後 你不要看《聖經》的規定 總之 他的時間 你可以找到 你找到 他告訴你 約翰後期 在以忽所裡 將異端整散 之後 他沒有回復保羅那套 他就用約翰那套 蓋過了他 其實有幾點 就是落差 因為啟示錄裡面 是勸以忽所 我回到起初的愛心 但以忽所 起初的開頭 是保羅的愛心 我們說回愛心 這個位置 約翰 Restore了保羅的時候 在現在的 slide上面就寫了 約翰 是約翰 約翰一書 來的 約翰一書 四章七字 親愛的弟兄 我們應多 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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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愛從神來的 患有 OK 今時今日你真的 你肯給錢相愛 你都真是很認真 真心地去相愛 OKOK 多些請兄弟姐妹吃飯 因為愛自從 神來之愛 凡有 愛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的 並且認識神 是否說由神生的 所以你不可以否定 約翰的愛 就在上面 保羅的愛 那裡 定義出來 保羅的愛 又是哪本書 由於 命令的總歸就是 愛 提摩泰 提摩泰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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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出來 提摩泰 提前 是 提摩泰 提摩泰 因為他已經不能再去 提摩泰 他也解釋過 命令的總歸 我就是愛 因此你見到 是生出來 你見到約翰說的 生出來 約翰在後面 所以你說約翰寫的 不是 看完保羅寫的 再 conclude出來 就 不 我有些證據證明 他有機會是related 對不對 你有愛心 就不善悉神 因為約翰是很懂 這個area 很懂愛 這個area 但是他不敢 restore保羅的學說 因為保羅說什麼 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因此 這句也很適合 因為耶穌也說過 你們愛神 第一要愛神 盡心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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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就是要從清潔的心 無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 生出來的 有四個字 第一件事 就是 不要以 反過來 要從清潔的心 就是不要以不清潔的心 怎會有不清潔的心 會的? 怎會不會 你試試 你試試教會的哥哥 很愛一個 教會的妹妹 靚靚靚的那些 你也要看清楚自己 是不是清潔的心 難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 看清潔的心 你有看清潔的心 總之 保羅就是告訴你 不要用那一隻 不要用那一隻 用一隻清潔的心 無愧的良心 你對一個人有良心 有沒有良心 有沒有虧欠 有沒有羞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 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 還是裝出來 還是宗教上的信心 還是真是無偽的信心 你有齊這三個心 你的愛就會生出來 保羅來說 How Exactly 還有 這個How的反過來 就是影射當時的 情況 影射當時的情況 就是一群 一群好似 好似 相愛的人 一群好似相愛的兄弟姊妹 但好似相愛 但是 但是 無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 清潔的心 走出來 可能他們是有目的 intention 或者他們可能 想要recognation 所以有些朋友 whatsoever 當然是有些理由 才能走出來 那些其實 不是這裡的命令 總之外 你不是就是外 你是有目的 你是有目的 那你 你本身不能生出來的時候 你就不能生出來 所以 保羅的 定義 教導的時候 就告訴你 How How this happened 但是 若果不敢 restore回保羅的說法 他就用回 宗教上面的說法 或者他熟悉的說法 上面是教授 下面是愚夫的話 就很合理 你用愚夫的老人家 再去教導的時候 就這麼親愛的弟兄 我們應該應當彼此相愛 沒有說錯 因為愛從神而來 你敢挑戰他嗎 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他說的話 但是他說的話 給不到一個很強烈的邏輯給你的 或者你真的要很幫助 約翰去解釋 你才會 或者會 插邊球拆到這個邏輯出來 你告訴我 WhatsApp也好 Facebook也好 因為愛是從神而來的 那我就問你 為什麼愛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就應當彼此相愛 中間的linking在哪裡 愛是從神而來的 我問你 超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超自然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這件事你不會保抵我 那我們是否應當彼此超自然能力 是不是好像有些 不是好 其實我不是說這句話是錯的 我是說這句話 你如果要當是邏輯去看的話 你是需要有一些 Furder explanation 別人才會明白 為什麼因為愛是從神而來 我們就應當彼此相愛 有沒有LINK 其實有的 我真的幫忙 For example 很簡單 我又給大家一些正面的 3號 因為 我是我爸媽的兒子 所以我爸媽很愛我 你聽這句話 你就沒有這麼投訴 你也沒有這麼頭痛 但是你如果認真點去想 其實有沒有一個Direct Linking 你是你爸媽的兒子 你當然是你爸媽的兒子 要不然他怎麼叫你是爸媽 但是因為這樣 他們就要很愛你 你在邏輯上面 你也是有一個理由 但是你要explain出來 因為 你其實 在你媽媽的肚子裡面 在醫學界裡面 是界定為一個parasit 你是吸取你媽媽的營養 而出來就分了你爸爸的飯 直接一點 但是 然後 他就是 吃了你媽媽的營養 搞到他差一點 deliver 你出來的時候很辛苦 然後又吃了你爸爸的飯 第二人 他們就好像很老奉 一定要愛你 在醫學上 經濟學上 很難說得清楚 但是 剛剛那句話是非常合理的 你是你爸媽的兒子 你爸媽當然會愛你 ümümer thing的 因为我们在讲一种家庭观的天道,不是很解释得到都可以,但是没有那种逻辑在里面 所以我们是可以解释得到的,因为我们从神以来应该被接受,但是你不是在教一个 一个逻辑,一个学到东西的逻辑,以及一个可以解释得到你是否那种 你是否那种被指伤,是不是约翰港那种 会含糊了,会有很多幻想空间化和被人抽水的水位 搞到这些可以很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懂得利用的人 在你旁边读两段这些经文,然后问你借五个水,你也是可以说被良心打劫,你要爱 所以你就会没有了五个水 其实是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不是在讲理解 其实若汉解释的那些,是宗教上的解释,也是好的 但是对你的知识和智慧和认识是否会有帮助呢? 是不同的那边的帮助 是不同的那边的帮助 也会令到别人有很多其他的批评,因为很宗教化 也不能怪,因为若汉就是若汉,保罗就是保罗 被人冤枉了耳端的教导,所以他不敢去重新 所以因此,保罗的学说,特别在义佛所里面的学说流失了 所以因此,中间,保罗遗留了那本《义佛所书》的留下给义佛所教会的东西 就不再在义佛所里面有人继续批评 根据若汉,若汉的风格再走出来的时候,成为了Bishop 保罗的学说就停止了,这是我们的History 保罗的学说是一个Bishop,保罗的徒弟就变成了Bishop 就变成了大公教的Bishop 接着这个Bishop和彼得那边的罗马Bishop 一起,就撑起了成为一个天主教 到我们今时今日的基督教,都是会拿回这个风格的东西 出来去诬论我们的耶稣基督教福音 所以他们的手法也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 当教庭有问题的时候,好像马丁路德 醒觉的人一定会在保罗的学说里醒醒 就会推动一些,好像天主教那些东西 Joseph Prince也是罗马书,我们也是罗马书 个个都在保罗学说里醒觉 福音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大能在那些地方里面,跌了不止去哪 因为保罗将 exactly上帝的大能在哪个位里面 是 exactly这样说出来 你说上帝的恩赐,属性灵的恩赐 保罗在哥伦多前书就列出了九种 即位即份,他列出了 我不以福音为止,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那个大能是什么大能都解释了 要一起相信 不相信 先是希尼利人后视 希伯洛人 希伯洛人 不要记得那句 总之在罗马书里面是交代了 所以今天和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历史 那时候我们不会怪我们的团会 我们的文化 为什么说来说来都很像约翰那一套 说不出保罗那一套 你不要怪他们 他们的 教育水准有多高 约翰教育水准 即是 人家终于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前辈 是很值得尊敬的使徒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能忽略他的教育水准 是真是 愚夫 保罗他真是教授级 真的差很远 所以此 whatever都是good to people 你每次说到保罗说得这么厉害 有很多人都在喊头痛 头痛少些 可能大家都健康些 不要紧要的 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不清不楚 就以为自己相信 其实约翰那一套都帮你不做 约翰那一套都是引言 是指引你去认识上帝 所以因此 你看约翰的东西的时候 看完就算 还有你有心去establish 所以你要帮 我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要帮下若看 就像刚才说的 你要帮下 父母怎么那么爱你 那些概念一样 你要帮下他去establish你的逻辑 那你才慢慢认识 到最后 你还是要回去看 保罗那一套 你就会发觉 我们的问题就是 你爱是否清洁的心 是否无愧的良心 是否无益的诚心 是否生出来 还是做出来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 你都会做出来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 其实我真的清洁的心 良心无愧 我真的相信 你真的自然懂得去爱 这些是很普通的 因为保罗说的是很正确 所以约翰讲的 有没有爱心 不然死神 这个第一个位置 讲爱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保罗说的爱 约翰讲的爱 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 但是 两个方法是不同 两个的等级 没有高点低点的 是适合不同的人 去听不同的东西 就是 如果经文吸引了你之后 你就要有兴趣自己去 检查自己的逻辑 检查自己的逻辑 看看自己 究竟 其实自己在做什么 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 好 下面我浅见了几个 数据 我就是想说其他东西 第二件事 就是这样 我发觉罗马书和约翰一书 有第二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同一样东西 就是神的爱 如何向我们显明 所以 神的爱 神爱 我们 我们 显明显明 这些字 你记得到 所以第二次 就不能说 在约翰一书里 没有抄罗马书 那句 因为这些是很重要的 键的经文 但是你发觉 这件事是很不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保罗解释 就是罗马书里面 五章八章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中 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我 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是 认罪悔改 不理会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选择在这一刻为我们的救恩去到最尽,包帝的死 神的爱要在这个位置那么绝对的时候,才能够向人类显明 所以因此那群基督徒,有一群基督徒想一巴掐死他们 不好意思,想而已,我希望他们能够得救 只有一群人觉得自己很自大,很自大,很自大 我信上祭,所以他当然是害我死,为我死 因为他信,所以基督要为他死 这些什么信息,真是有这些信徒 我真的觉得,基督为我死 我真是几不好意思,几凄凄惨 基督是一种很完美,很美,很美丽的上帝 他来到世界,为了每一个人,只是做好事 为真理而辩论,一步都不让 他是一整点主要是一种完美 一整天主要是一种完美的,非常伟 一整天主要是一种完美,非常有力 一整天主要是一种完美的 你不要说他是神奇的事 weary的人做到这一种,都捨不得这个人走 和他人走 还要为我死,是不好 我宁愿我进入地狱 但是,上帝要显明他的爱,就要在人最不合理的时候,为他死才显得明给我们看 上帝对我们有多么设计,这就是保罗讲的 若汉要提醒信徒的时候,他就这么说 这就是若汉教我们的东西 为何若汉那帮信徒听到这些东西,而保罗会这么说 很简单,若汉在那帮信徒,他们的focus就是叫me,my 因为,他不会理会上帝怎样显明 他只是focus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借着基督来到世界得生 我的好处,上帝就很爱我 不是错的,因为我们能够得生,就必须经过基督的死而复活 所以其实也是对的,technically 而他又说给观众是对的,因此若汉身边的观众就是这样 就是一帮信上帝,信耶稣看看有什么好处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真是有好处的 但是保罗不是这么想,保罗的心是想上帝 上帝怎么想,上帝想显明他的爱 因此基督就作了这件事 不是说人有什么好处 一个是以神的眼光去看 一个是以人信宗教 信耶稣的方法去看 而太难道我们教会的历史 就是 约翰福音,约翰和彼得的教会的历史 因为保罗断了 所以因此这个世界就变成这样 所以因此,耶稣基督福音很多人是很容易相信的 对,好似约翰这样就可以了 我不是说他 但事实上他的确是令到人容易信作 但问题就是 如果停留在那个位置里面 你是没有理解的 你看看这句也没有理解的 没有理解的 神差他得生才来到世间 我明白,耶稣来到世间 有没有说一句神差他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我们本身都是生勾勾的 我们生勾勾的人 借着他得生 得生银行吗 即是 这件事就是 你要帮他去 帮几十个理由 再帮他一起 你才能帮他说得通 神爱我们的生 神爱我们的心 就此显明了 又怎样叫在这个位置显明了呢 是因为我收了一封离时 所以因此 神爱我的心就此显明了 不是错的 如果你是小朋友 可能真的如此 你真的是小朋友的话 你过农历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概念 你过农历年的时候 哪个封离时 给你最大的封 你就会觉得他最疼你 是不是 不是说五百元 versus 五百元零一元那些 我只是说 你收了很多封 约百元 突然有一封 五百元来到 然后另一个 真是很喜欢你的 那他真是给一千元 你真是觉得一千元 那个最疼你 就是小朋友的话 但是你信耶稣 是不是永远是信 在这些 不戒奶的位置里面 不是的嘛 你要看看对方是什么人 给你一千元 你利是那个 原来是百万富翁 他都疼你 他都疼你 但是原来 令我那个其实很穷 但是他 他存了很久的 五百元利是 那 反过来 因为背景的缘故的时候 你有认识的日子 你是一个成熟的 信徒的日子里面 你就会 你就会明白 明白 就是 就是 爱是怎样的 约翰一书 真是给小朋友去看 罗马书 真是给一些 想尋求上帝的人 去看出上帝的心 这是 约翰一书就是 对呀 约翰一书的 约翰一书 若约翰一书是 约翰一书是 约翰一书就是 谁开赛 Spotify 约翰一书的 但是保罗的不是不在这里 两边都看,不同的人说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追寻,不同的盛力的时候,看不同的东西 不要放弃,这些东西当然是看一看正确认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约翰和保罗的不同点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遗留了一个福音就写了是以弗所书 因为以弗所之后就没有再看回保罗的学书 所以留给以弗所的人到最后那本以弗所书 并没有继续在以弗所教会继续流传 因此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以弗所书 All Bible All Bible.org 今天就和大家看一下中英对照 一向都不看意思英文 看看King James 我们不会看的东西 看不明白的东西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中文多些 以弗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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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教会 已经是保罗的后期 但是保罗仍在 所以 无论都可以写回一份书 所以 因此保罗的学书 就将上帝和基督徒讲白了的时候 就令到 你用约翰那种 宗教式的福音 去讲给弗所人的话 其实又没事的 即是你也是这样 在爱里面去做 你始终都要什么什么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女 我会做什么什么 用这些model去走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出框框 我会说得这么厉害 保罗将自由的福音 真正去讲出来 叫你们完全恩信清 以不可 倚靠行为 你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好行为 你不可以倚靠行为 就是做一件事 有时候如果你全人 是很公义 很天良 你是can't help you will do it right always you always try to find a right way 你不会去明明 看见一件事是可以 走后门的 你不会有选择走后门 你永远想走前门 因为你的人本身就是这样 你can't help but do well 那些行为 但是你不会依靠那些行为 那些行为是part of你自己的nature 这些就是生出来的东西 包括爱 现在很合佛罗所说的那套 他说的那套真的是这样的 那生不到出来的那些 那些蜜 就是福音本身都没有为他们而留 就是他们不用想着 什么信什么什么 跟什么什么 你是做不到的 那些蜜�不断做不到 你确定要禁止福音 说他们都included 你欺骗他 我也是有个问题 你是不是欺骗基督徒 告诉他 你做了一个叫 决志祈祷的仪式 就等于你真是信了 恩信清义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不挑战说 你是不是五年十年那样信 我是挑战你 你说或者做决志信主那一刻 是不是恩信清义 我让你玩一次清义 永远清义好吗 我就挑战在那个位置 你说 Sinner's Prayer 是不是代表你 相信了你清义 我相信你在Sinner's Prayer的位置 认罪悔改的位置是OK的 但是你有没有恩信而清义 你有没有Declare你的righteousness 我看到很多的Sinner's Prayer 是没有这一部分在里面 没有这一部分说 基督的公义乃是我公义 我的行为不计在里面 单凭信我便能清义 你是不会在这个位置 在Sinner's Prayer那里说出来 所以在Sinner's Prayer的practice上 都没有说过恩信清义 那你如何清义 你只能说卸面 卸面之后你的信 又告诉你 不回教会 不祈祷 这些都是罪 罪完之后又要卸面 卸面之后又要认罪 你永远都没有清义 你都没有信 到最后就是 你信了什么 你信了宗教 你信了你的行为 你信了你的牧师 你的牧师为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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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牧师为你死 好有趣的 完全不合理 所以因此又回到这个位置 没有信 很多信徒 就变成没有信徒的人生 都是这样的 所以保罗的确是有丐坦 因为异弗所当时就是有这个问题 他不是不知道 约翰在帮忙 他也不是不知道 异弗所当中有些人 拿他的学说 做了一些异端 所以在这一刻里面 有异端你要如何 攻击异端 约翰就做了这件事 在启示录的约翰一书里面 攻击异端 你会否相信 大兄们 不是朱班的灵 你都能相信 他肯定了基督成你肉身 那个人 你才能相信 这是讲得很清楚 没有身体就是假的 但保罗 觉得focus第一 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照顾班 还持守 还在 以弗所里面 坚决的相信 那些使徒 是他 因为保罗和约翰的眼光不同 刚才说得很清楚,约翰的眼光是看人 因此有异端出现,他就想攻击异端 这是宗教上很合理很合适的东西 但保罗的眼睛是上帝观 保罗的眼睛在上帝观的时候就不同了 就会想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些不信的也就是这样 那些犹太教的也就是这样 那些不信的也就是这样 很多这样的东西,你只是攻击异端 你只是攻击异端,你只是攻击异端 最重要的是那些还是坚信保罗福音的那些人 因此最后这本书,之后就再没有保罗的学说 也没有人继续可以维持这个学说 流传和扩大这个学说 因为被约翰的学说Bishop那些人 就takeover了整个异端所 以后就会跟了彼得和约翰那些大公教会的学说 就会像刚才比较出来的那样的福音 所以因此保罗写《耶稣所书》 在这个角度去看《耶稣所书》 你就知道是很不同的 一章一章奉神旨意作 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即是告诉你我是什么身份 我是一个奉上帝旨意的 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 我做耶稣基督使徒 不是因为我跟过耶稣 那是奉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我做的 这件事不需要抵赖 因为保罗身边的神迹其实证实了 上帝的说话和上帝和他的沟通 是Yes and Amen 因为当保罗讲道的时候 奇妙的时候会发生 所以因此这件事已经证实了 写上吸尔弗所的圣徒 你这群Holy People 你这群Holy Believer 但是这群人是什么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还有忠心的人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Because you guys are still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朋友 朋友 今天你是 faithful in什么 Faithful in yourself Faithful in your 你的情绪 Faithful in你的大想大喜大乐 Faithful into你的教会 Faithful in 你的牧师 idea就是 在这些题目中 你要明白一件事 这封信是写给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你是不是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你事实上是不是 心愿上是不是 都有两个层次 everything你都可以 Start with Step 1 如果你今天想背改 所以你是可以今天去祈求 Lord I want to be faithful in you Jesus Christ Not even myself Not even my emotion Not even my church 你可以make a prayer Start with a prayer 你的祈求 难道上帝不会听到 这种呼喊 难道上帝不会应允 你想想吧 你是可以信上帝的 愿恩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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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be with you Peace 基督的Peace 从我父神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from Lord Jesus Christ Be to you 好的 很珍惜这班人 愿重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内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得到 Spiritual blessing 在Heavenly In the heavenly places 是上帝 Blessed我们 令到我们有 令到我们抓到 周月神仓 创入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面 已经描损了我们这班人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你能不能够告诉自己 你是圣洁的 你是没有瑕疵 你行不行 你能够这么说 就是因为你贫信而已 如果你能够恩信而贫信 这句话 不会挑战到你的 你不会觉得你有瑕疵 为什么 因为你实际上 任何人生的瑕疵 Is always a room For His grace 如果你没有瑕疵 基督的grace 放在哪里 你有瑕疵 基督的grace 才放在哪里 所以你有瑕疵的位 就可以带更多grace 在里面 到最后你的瑕疵 都是美丽的 这个就是基督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 或者保罗学书里面 经常说的 我还是讨论软弱 基督的恩典就是 在哪里可以彰显 那些东西 也说了很多次 但是人们不会相信的 人们只是觉得 我好想瑕疵 说粗口 哈哈哈 对不起 这段时间也是很生气 大家原谅我 原谅我这个软弱的人 瑕疵 多些祝福的话 其实我这个软弱的 真的是太软弱 好过那份事 不应该 我会改改 我真的会改改 讲道时 千万别说什么 你不好 找瑕疵 哈哈哈 找瑕疵 找瑕疵 瑕疵 随便 总之 你会有另一个perspective去看的,因为你恩信,你贫信,你的faith告诉你,你看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另一个眼睛去看 你用基督的眼睛去看,一切的瑕疵是可以彰显基督的权能,有上帝的恩典,你就不会再理会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相信,为什么我们只相信他,又恩爱我们,按照自己的义址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值着耶稣基督得义址的名分 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名分,上帝的安排是已经predestined,创立世界以前选择了我们 这些一切东西在基督时代曼奥基督呈现了,我们有了名分 说了很多很清楚,有了名分不代表你是他,有名分 那名分用来做什么呢?最重要是这件事,名分用来做什么呢? 名分用来做什么呢?名分用来claim东西 但是你不claim的话,你是看不到你的名分带给你所claim的东西 但是在地上有了名分的时候,就认为大安展以全世界的东西想起来做 你要ask for it,你要embrace这件事 你要有positive expectation,你一定要很正面地觉得上帝是会给你的 还有你要祈求,这些是基本的步骤,人都是要做的 不可以坐在那里,就什么都觉得,上帝没有欠我们的东西 不用这样,就像天界欠我们的东西 他要问你,你想要什么呢? 你又不用,又不用,你说不用 都是这样的,上帝在听众面前也好 他们说不用,那些客人都给了我 给了我之后,你会看到我的生命里面有manifest 那些是你给我的,那你见得到的时候,别人可以叫上帝给你 就不用从那里拿的,另外给你 就是你信不到的话,不要紧要,你可以祝福其他人 祝福其他人,其他人有了 那你就信得到,你信得到的时候,再ask for 上帝给你 一个double portion,没问题的 不用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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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就是你很限制准上帝 你很限制准上帝 上帝已经是everybody 有all the blessings for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无限 portion 我们看到兄弟姐妹有任何一个grace 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感而感谢上帝 if you want you can ask you also can ask 你不需要在对比之下 把自己放在下面的事 一这样你就信是有很不妥的位置 你不是在信这个神 或者你家里的父母是这样 姐姐拿了我的东西我就没有了 那些不是神 那些不是叫恩典 那些是他紧有的财产 或者他父母不够富有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要将他带在我们天父里面 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 给了我们去换取 给我们的恩典 怎会这么限制 所以这次到最后都是要 就是明白思维 因为他们经常想到 面会不会乱想到奇怪 不明白思维 那些是完全不明白思维 使他永耀的恩典得着清爭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女所辞取 我们的 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 portion 这世界福气 也好 赐给我们 我们就manufactured 因为基督的缘故的时候,基督的救恩就被彰显了,而上帝就得到荣耀了 所以上帝做的事,让上帝得到荣耀是很合理的 如果一个人拿这个世界见不到,上帝的荣耀就不会被这个世界见到 只不过停留在我们宗教里面,那帮维威维,我们自己的人说来说去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波罗说的很实际,不是宗教式的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旧熟,过犯得而赦免 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行为好,不是啊,那是我们的悔改救,不是啊 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It's the richness of his grace It's not我们有多纳下我们的赎罪赦免的东西 写得很清楚,是他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过犯得而赦免 得蒙旧熟,因为基督的血是很合理的 到最后任何人说其他东西的时候,我都不会相信 我不会相信一个罪人做了什么好事是可以变成一个不是罪人 这就是make sense,大家都相信的,基督教也相信的 那你又怎样相信一个疑人,因为基督清义的人 恩信清义的人,一个清义的人 会做错了一点点东西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罪人 都不make sense,加同样 一是两个人都不笨,一是两个人都要接受 这些是common sense,人是有 sense的,都是这样的 所以,所以,所相似 旧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我们得足够熟的话 那没有理由因为行为 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旧熟 如果我们 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失去旧熟的时候 朋友,那你怎样可以失去旧熟呢 对吧,不适合的 所以,你一有sense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容易 很简单地能够恩信清义 你就能够享受上帝带给你的一切的美意 当时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奥秘是给我们这一帮寻求上帝的人 你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 匆匆足足的上级我们的 这一句呢 最键的key point 最键的key point 最键的key point 就是 上帝这些恩典是神用什么 匆匆足足自给我们的 是否因为信 是否因为我信耶稣 这些恩典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匆匆足足自给我们的 是否这样写 不是,他说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 是否,是你很清晰的 是你很清晰的 去了解 是你很清晰的 是你的智慧 是很清晰的 是很聪明 是很有智慧 是很合理 不是那些闭上眼 是什么都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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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恩典这个位置里面 匆匆匆上级我们的恩典里面 恩典是需要有智慧去理解 是 我能不能讲 朋友你想想想想想想想 utilized 一个人很疼你 买了一份礼物给你 你也要知道这个人哪里要是爱你 这一份礼物 你就能可以享受到这份礼物 如果你的银行 没有什么有更多200万 你用也不敢用 亦不知道是什么 是否这是黑钱 报个警 但是你有个understanding,原来李嘉诚看中了我,他想我和他serve一年,防一声给了200万万我先 那不同了,那就多谢李生,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你了解为什么有这个grace跌下来的那里 那时候你就能够enjoy这个grace的user experience,我们的ideans for ux 你能够enjoy,那你能够enjoy,那这个就是因典 一个因典你不能够enjoy的,那200万我还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来的,我还要报警避案,一元不敢用的 这些就算是那个因典跌下来的,你没有一个智慧和understanding 其实因典你是enjoy不到的时候,因典不是因典来的,并不是因典 所以因典的一个很大的部分,你要有个understanding,智慧和聪明 才让因典能够变成你的因典,匆匆足足的上级我门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微意,叫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奥秘 都说了,要照所,咦,有个灯声,哪位哥哥 I thought that is, oh,不是,this is OK,那么大家,如果你一般的时候,撞到这个 视频的时候,参加进来,参加进来,参加进来 参加进来,参加进来,因为今天的信息 其实是,上帝是很特别的抽出来给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有意思,很有意思 这件事 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女同归与日 根据前文后,这里是说信徒和犹太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两班是同归与一 所以如果你,无论你将自己的中派去分 什么派和什么派,你都可以参加在一起 说这个是同归与一有利分 明白吗?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时间到 或者可能你人生时间到 有些人是信了一段时间,才察觉 哎呀,我要明白这个救恩 可能就是那个时间到 是时候你 与基督里面 甚至与基督同归于一 这个concept能够在一起 可能就是这个situation 看看你的成熟程度 你有没有多么渴慕 你所经历的事情 是时候 可能上帝就安排了 在这个地方里面 使天上和地上一切所弱 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日 中文这些东西看不明白 是很common的 看回英文就会更简单 That in the dispensions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即是一切都有一个时间 He might gather together in one all thing in Christ 只要你是in Christ 你就a thing in Christ 那你就会在这个in one里面有份 both which are in heaven 天上面的都会归一 你也是有份 and which are on earth 就算你在地上 你当然在地上 你听得我讲广播的话 那就一起 even in him 和基督在一起 全部在一起 就是归于日 什么叫归一 归一是一些很奇怪的concept 总之就是 有很大的concept 就是together 在一起 没有隔膜 这些是归一里面最基本的concept 还有你思维align 你这个东西都很重要 耶稣基督在今天 这个地上 在这一刻里面 跟你思维align 你和你思维align 大家思维align 就同归于一 这些是他想归一所里面 表明的事情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除了归于一之外 在基督里面得基业 在神里面得基业 你得到神业 或得或作成 成为了基业 或者得到了基业 这完善那除己以行作万事 上帝是一个自由的上帝 基督是一个自由的上帝 我们都是一帮自由的人 我们都是一帮自由的人 我们是自由 我们选择去相信 反过来 基督是自由 基督是很引领我们去相信 基督因为亚当的缘故 所以因此他也会下来 上帝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也是这样 我们会有互相的influence 但我们也是自由的 我们自由的缘故 我们也在亚当的基 而基耳其是他人 所以成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 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职 上帝的荣耀 是因为我们这群人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 只要有盼望,只要有希望,就已经可以有称赞 为什么?因为你所希望的盼望是会发展出来在世代里面 那就可以得到称赞,上帝会得到荣耀 其实最重要的是,事情是会发生的 你所相信的,你和基督的思维是归一的时候 你所祈求的东西,大家是升的 基督是想你都拥有的时候 发展出来的时候,上帝就会得到荣耀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可以努力 这本《经》言听见真理的道 看清楚一点 真理的道 道是很重要 道是很重要 你听的道是什么道 你听的word,道就是word 说话而已 Word of what? Word of encouragement Word of sense making Word of wisdom,不是? Truth 真理 对 对 Humma The gospel of salvation 你的salvation is the truth Humma 所以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就是word of truth 你得到拯救的好福音 就是真理 因此 你能不能够相信 In whom ye also trusted 即是告诉你 你这群人已经相信了 你是信的 当然 保罗不是跟我们说这句话 这是跟以弗所那一群他想 preserve的人 你还信得到 你还信得到保罗 你信了 所以是past tense 对不对 After that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which is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你这群人 In whom also after that you believe You wer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of promise 你这群信了的人 你要留意一下 你也领受了圣灵 做了你所信的 和你的救恩的印定 朋友 你有没有一个Holy Spirit 是一个你相信的印证 那你就说 David 你又说到Holy Spirit 是不是要说封言 你说到封言 就说封言 不如如果你觉得太 abstract 我们将它简化一点点 Holy Spirit 你可能想里面是一种东西 但是你可以 take it as 字眼上面 即是它 实质上也要符非字眼上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 Spirit A Spirit A Spirit of promise A Spirit of promise 你有没有这个精神 Spirit 体育精神 Sport Spirit 你有没有一个精神 你有没有一个精神 你一个精神 有没有一个上帝的精神 有没有一个上帝的精神 你没有一个上帝的精神 有没有上帝的精神 你没有上帝的精神 那你就看看以忽所这一帮众训保罗,在那个状态里,众训保罗的那一帮,有没有 Spirit of promise? 有的他们,很明显,从头到尾就是赞他们这种东西 他们本身就embrace了,在精神上,甚至你说Holy Spirit,精神上,是一个很特别,是很坚信上帝的 promise 他们也认识过,接受过,taste过,他们怎样可以信不住 我们这些人很有趣,经历过都可以信不住 又说emotion,不知道怎样怎样,又突然信不住 不看我们之前,上帝和他同行的时候那些印证 唱就在唱那些歌,什么沙滩中什么,脚印那些,想想续印那些 又觉得自己,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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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什么,什么 去到自己,哎呀,今天我的情绪不行,这样就信不住 哇,这些叫信吗?这些叫不信吗?哇,不是的,以课嫂那些人不是这样 保罗受难的日子里面,他也是可以信到保罗留给他的真理 这一帮人,这一帮人,就是有一个spirit,holy spirit of promise 就是他们信的印记,亦是他们salvation的印记 唱帝是不会,不会被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百无了奶 一定被他们很精彩的印记,他们所祈求的,所ask for的,所hope for的,所promise的 这些一帮人,这些一帮人,应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扎着实话 以课所这帮人 堡罗无停道,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就是前面那些基业,原文作识的凭据 就是这个holy spirit,而这个spirit在这里就叫做holy spirit of promise 信到的,他们会得到的,但是他有这个凭据就已经相信得到 就是说,你当楼花啦,就是你有了一个地契的了,你买了回来的了 他在建筑中而已,但是你知道有层楼的了 你未入伙,你都当你已经有层楼的了,是吧? 是这样的,香港都可以炒出去的了,已经可以卖出去的了 如果你有楼花的话,已经炒到回来的了,楼都没收,可以的 就是这样的概念,原文作识 直到神的闻被熟,始练,荣耀得着清达 any time from now 因为,你都知道以色列回去了,已经被熟了 未被那个升天的熟,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都可以听着你那一半的glory 你可以祈求上帝去改变你的人生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真理的道 叫你得救福音,是有个证据可以实实在序的呢? 以色所这班人做得到,你都可以做得到 你狠就可以了 你硬是觉得你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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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停留,你不行就不行 但是你想得的,你祈求得的,你ask过得的 你又make sense到这些证据的 那你就跟以色所那班人一起去相信 这一刻你都可以相信去得到这些证据 一章15节 因此我记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我还记得我以前那一间不知所谓的教会 都是,拿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例如做一年的那些 叫做每年的方向啊,宗旨啊,那些东西 是呀,但是我不知道他举什么中指 随便吧,但是你看看以色所说这两句是说什么 这两句是说什么 他这班人,以色所里面有这个质素 有这个质素 有这个质素,有这个贫句 棒棒声的 promise 和 hope的 spirit 在他人生里面 所以因此保罗就称赞他 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讨告的时候 上帝都你们 是赞你们一些已经 因为你的being所产生出的果子 全世界都看到了 你们信从主耶稣 你们信从主耶稣那些已经是factual的事 不是放在教会里面做一年的宗旨 叫各个人看着你们要这样做 你们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要问一个说话 为什么你起初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贵教会起初不是信从主耶稣 你在一间教会起初不是信从主耶稣 你在一间教会起初不是信从主耶稣 你今年要努力去信从主耶稣 你今年要努力去信从主耶稣 哇 你这是什么 很奇怪 要亲爱众圣徒 你这么亲爱我们要去亲爱 我们要去亲爱 为什么你是要去亲爱 你不是can't help can't stop yourself from亲爱众圣徒 你不是这样的吗 原来不是的 即是去年根本是不信从主耶稣 的教会 也不信从主耶稣 也不信从主耶稣 所以今年我们要做 你做得出来都是假的 这些是不是不是的 这些是不信从主耶稣 这些人本身是有原生性的团契 当然 因为这些已经见到的果子 所以感谢上帝 这就是保罗在《耶稣》书里说的 所以那些人 望尘莫合 你放这个slogan 放十年都不会变成这样的 没有就没有了 是吧 即是你要爱共产党的话 你就爱共努力去爱共产党 但是生不出 爱不到 不知道 不知道 很奇妙 精神病 都不会有机会 anyway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永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很重要一件事 始终都是告诉你 保罗对他这些人的祈求 是同一件事 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听那些人知道他说什么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想伺你 想伺你什么 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难道不用make sense 难道每次都是靠feeling 靠什么什么 什么叫智慧 智慧是起码在understanding knowledge wisdom wisdom 就是wisdom 世纪 跟慈慧 也就是启示 启示会不会像神婆 亂说话 不一定 在焦文里面 会看到经文的亮眼光 最重要的就是 智慧是用来什么 启示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在祂的认识上是有referation 是有wisdom 使你们真知道祂 这个原文我们记得在法律文里面 教徒说什么是真知道祂 就是一群在基督教里面的人以为自己知道 但是我想你在这一刻里面得到他的啟示和智慧 使你真是知道你 不要在宗教上知道他 你真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已经告诉你 有两层 有些大家都以为知道的 有一群人 以弗所这群人 保罗是祈求上帝给他们直接看事的灵 让他们真是认识耶稣基督 真是认识天父 不同的 不同的 所以朋友 我不管你在哪个category 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个category 你知道他 你想进去里面 你就祈求上帝给你啟示的 给你智慧的 但是给你这些灵的目的 都不是用来给你慰慰的 是用来给你真知道他 你有没有一个 你有没有一个祈求去认识上帝的心态 交给你智慧的这些东西 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什么叫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提英文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be enlightened 心中眼睛 不要只看中文 提英文 ey of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说 让上帝开你的眼睛 去understand 即是根本就是不understand 不是真的知道他都好understand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最重要 因此你就会知道 上帝叫你来做什么 上帝呼召你回来 究竟上帝呼召你为什么 大概在哪个方向 在什么上面他要呼召你 然后哎呀 怎样啊 上帝呼召我又不是像pastor prince 那上帝有没有呼召你 就会像pastor prince 才行的 上帝呼召我自己 上帝呼召我像pastor prince 是那样 为什么还去做advisor 或者architect 在IT界里面入手 为什么不停在抱抱我 很努力地赚钱 为什么我又不瘦 好像pastor prince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不是的 不是就不是 我没有求自己 好像pastor prince 真的好有空吗 大佬 恐怖 是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净秋 OK 他就信圣徒中得基业 有何等封城的荣耀 大家只要看看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照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 这种能力 就要彰显在你人生里面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 包括香港政府 不但在今世 连来世也都超过了 无论在我们有限的今世 或者无限的来世 这些一切都会超过 上帝是要你去决定 你去决定 你去决定 你走的路在哪里 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手 OK 这是基督 对一切你所祈求的 可以见得到 对于这些耳误所的信徒 那种有 full of faith and promise 跟回永远不会变成 Obedient 做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些人 上帝是给了这些大能力量 给他们 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就是可以 tremble一切地上万有 在他脚下的里面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所以因此如果那些教会 本身并非上帝所充满的教会 他们本身就不是教会 基督的身体没有那么大 基督的身体不会是一帮不信的人 祷成 OK 不要说我信 但是我未到什么 他们不会到的 以弗所的人会有五十五十个人 不会的 你是信就是信 不是信就是不是 不是信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强行 要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继续在里面 根本就不可以计 他们 是他们的 他们的身量 为什么是一些荣耀 一些力量都没有呢 又不见全世界的教会都没有力量 很奇怪 只有他们没有力量 就是他们确实说自己是教会 确实是要将福音和耶稣 拉到他们那种低水准 所以朋友你都可以去 让自己建立一好自己的福音 不需要跟你的教会 你的背景 你的朋友 你的牧师 那个水准 你是可以 好有水准 有上帝在你旁边 你是可以好有水准 今天就 以弗所书的一章就说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问 你可以留言在我的Facebook里面 Facebook里面 因为出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点赞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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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就到这里了 圆上帝 祝福你们每一个 听到的朋友 圆上帝 圆上帝 Empower 你的生命 对的 我相信上帝 保守 以及会带领 我不会 说保守 这些东西是很选择 因为我觉得 这些东西可以很重要 上帝保守 上帝带领 是可以很重要 但是你人的态度 是要对的 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在上帝面 是大赢 大家姐 你要懂得 康复 人始终都是祈求上帝 所以 有一个突免的 是有佛力 的话 你应该很感应 因为就会很不同 你只需要一个突免 所以因此 当然你可以问 更多的东西 因为你相信上帝 是有大人大力的 by your faith 好 OK,Go ahead and ask,完蛋糕就足夠了